完成之后 那再来我们要用到像LOOKUP或VLOOKUP 那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 左边的部分是资料 右边的部分是查询 那有点像是 左边的部分有点像那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一个table 那我们右边是做什么呢 如果我希望呢输出一个编号 输入一个编号 它能够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结果给查出来 那比如说005好了 我希望呢把 这边是横向的005 总共有它的什么呢 姓名总销量名次业务水准 帮我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边 本来是横向的 帮我搬成纵向的 类似像工作里面蛮多啊 不过有的时候是 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那你如何呢 可以把资料给查过来 那怎么样查到我们的 另外一个位置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做啊 你可以用lookup 也可以用willup 不过以这个例子来看哦 其实用will函数啊 它会比较相对的来的简单一些些 那怎么做 一我如果说今天希望查什么 查姓名 那姓名的话呢 怎么查 一查入函数 二的话呢 在找到什么 检视与参照 有没有 OK 检视与参照里面呢 请你怎么样 向下拉到最下面一个 检视与参照 所以再来我们就是 检视与参照这个类别 的willup函数 好 那willup函数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跟你要四个问题 所以willup函数 用到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只要跟查询资料有关的话 其实都很有可能用到willup函数 这个函数重要性还蛮高 所以 不过 很多地方呢 不是只有用 只能 只有willup函数 很多人好像只会用willup函数 来查资料 但是有些地方willup函数还是没办法 查到资料 所以你可能要用其他的函数啦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一般 这个比较属于一般啦 基本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willup函数呢 它到底要跟我们要 四个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只要理解啦 看懂它到底要跟你要什么 不用十倍 第一个问题 它叫lucard value 意思就是说呢 讲白话就是 你要查什么啦 ok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编号 在哪里 在上面 所以你告诉它说 我要查005哦 ok 第二个问题说 那table array table指的是资料表 array的话是范围 就是 那你要查 意思就是说 你资料的范围在哪里 或者是说 你的那个对照表在哪里 那在 记得哦 在旁边这边资料 所以哦 特别是资料 我们在左边的部分 所以你就选取的话 记得选 选的时候啦 我是建议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但是有一些书 也是都会选到 因为栏位名称 不是我们要查的资料 所以你把它选进来 当然也没有意义啦 不过其实也会出错啦 只是说多选而已啦 ok 那比较标准的做法是 选A3到1底下E10 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 这个table array指的 就是你要查的资料在哪里 那在这里就对了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这个范围 就是A3到E10 查什么 查005 在这边查 那特别注意哦 它的逻辑一定是 005只会去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去查询 只会查第一栏哦 如果编号不在第一栏的话 很抱歉 就不能够用VLAN查 ok 就像之前有同意说 老师为什么我查姓名不行啊 查编号可以 查姓名不行 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姓名不在第一栏 OK 那如果说呢 你真的要查姓名的话 怎么办 很简单啊 你把姓名拉到第一栏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 资料库里面哦 他为什么只能查第一栏 因为通常第一栏是 资料库 资料表里面所谓的key key的话就primate key primate key有几个特质 一它一定要有资料 对不对 我想如果有学过资料概念 资料库的概念应该 第一个 primate key一定呢 会有资料 就是不是空的哦 编号没有空的哦 ok一定要有资料 第二个呢 的话一定不会重复 没有编号是会重复的 ok对不对 所以大概这两个特性哦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姓名放在第一栏呢 其实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他会有个问题 姓名哦 有没有可能是空的 几率应该只要比较低啦 ok不过还是有 如果有可能空的 那就不能当成查询的 查询的那个依据哦 第二个呢 有没有可能重复 诶 姓名有可能重复哦 所以如果重复的话 他就只会找到第一个 当然相对就有风险 所以一般比较函数呢 会查第一栏 而且第一栏通常是编号 这个概念大概有就大概知道 我们不是在讲一些理论啊 大概实际上实物面的东西啊 那第三个问题他问你什么 COL COL我指的是colum 白话就是栏 index是 index number 意思说第几栏 意思就是说 这个范围我查一定查第一栏 可是请问你要把第几栏 查到第一栏里面的相对应的第几栏 帮你带回去 那比如说姓名应该是这个范围地几栏 第二栏嘛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输入2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大家你要后面的就是 后面就第三 第四第五 所以后面一定是2345 OK 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是 那你比对的方式呢 是要严格比对呢 还是如果找不到帮你找接近的呢 如果0的话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也就是如果没有005 那他就会出现找不到 可是如果输入1的话 他就会帮你找什么 找接近的 如果没有005 他会帮你把004带回来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0跟1之间的差异 大概是这样子 那像这一题 如果你用0的话 我们先试试看 好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帮你找姓名回来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005 OK 006也OK 009 有没有 009没有对不对 按Enter会怎么样 他会出现什么 紧NA OK 那表示什么 他找不到 可是如果你把0改成1的话 怎么样 Enter 还是找到 有没有 可是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008去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要0跟1之类的差别 那你要确定说 你到底是要严格的找 如果找不到 他就没 告诉你找不到的错误 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0跟1的差异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你要再找什么 我把它置中好了 再找其他总销量 横向的 就是这边改回来 005 那再来的话 就是找那个 总销量 名次业务水准 那当然你最好是 之前就有同学说 那下面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把公式复制 贴 然后把它改成3 下面一个是改3 就这样做 选取 复制之后 取消 那为什么取消 因为如果不取消 就没办法贴了 因为他会 又带 那你把2改成什么 这个2 Cupindex 本来是2 把它改成3 Enter 那下面一个呢 再贴 改成什么 改成4 应该知道我在改改什么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贴上 改成5 就是改那个Colorindex 那个参数 那个引数 按打勾 这样就完成了 把它置中好了 这边全部置中 看起来会比较整齐一点点 好 那如果上面变更了004好了 Enter 下面有没有 整个就帮你把004的资料 又全部带过来一次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 逻辑啦 但是其实 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可是我常常 会有很多懒啊 那如果2 3 4 5 每次都要改的话 还蛮麻烦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我向下拉 来做一次就完成了 其实当然可以啦 那可是怎么做 有没有你会发现 刚刚我改哪些地方呢 主要是改这个 Colorindex 2 变3 变4 变5 有没有 所以总共会有 其实就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tableindex的 2345 那未来当然你可能有更多懒 6789 一堆 很多懒 那你总不可能一直贴着贴 好像感觉又 比较没有效率 所以像我们这个课程主要就强调效率 那你要效率的话呢 当然你要 做用对方法 还有呢 如果里面有相对的函数 你就可以拿来用 所以呢 要怎么样刚好 2345 能够向下填满的时候 自动帮你增加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想到有一个叫 参照函数 参照函数呢 比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我在那个追览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练习 插入一个参照函数 也是检视与参照 那我要能够 一直往下填满 自动帮市场 自动帮号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 直觉地想到有个函数 ROW ROW 它主要是 就是傳回你現在 儲存格所在的列號 按個確定 你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它有規則 它變成多少 有沒有看到 感覺好像跟 很接近 差在哪裡呢 把這個數字怎麼樣 跟2差多少 差2 所以剪掉的話 剪掉2 所以ROW 主要它的用途是 它會抓到你現在儲存格 在第幾列 但它不管藍 反正你在哪一個位置 它只會告訴你說你現在在第幾列 所以我現在在第4列打勾 那剪掉2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變2 向下填滿會怎樣 2345 各位有沒有發現 2345 如果說我今天已經產生2345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把ROW這個函數 -2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放到哪裡呢 就放在ColorIndex LUMBER那個地方 放進去之後呢 它一樣就會變2 向下填滿呢 它一樣會2345 這樣不就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像我們剛剛有沒有 我如果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把底下這邊先刪掉 如果我還沒做對不對 那如果我懶得說我等一下 不要再貼 複製貼 貼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我再插入環數一下 把這個2怎麼樣 用剛剛的ROW 小刮弧 剪掉2 去 不過它旁邊也會顯示出來 2有沒有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不過特別注意喔 向下填滿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有些地方要鎖起來 列號有沒有 所以H3的H H3的3 跟我要參照的這個 A3到E10 3跟10 這個一定要鎖起來 否則呢 你等一下向下填滿呢 它的位置會跑掉 所以向下填滿之前 請特別注意 還要什麼 把這個鎖起來 向下填滿 放開 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ROW 自動減2 所以 減掉2之後呢 分別就2345 那就剛好抓到什麼呢 抓到我現在指向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剛好 就往下填滿 自動完成 應該可以了解 這個意思吧 OK 試一下好了 這個 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呢 是利用那個複製貼上的方式 像這邊是 第二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是複製貼 複製貼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運用什麼 用ROW 或者你直接打也可以 ROW 小瓜糊 剪掉 2 把它完成 這樣的話 它就會什麼 抓到現在的列 第四列 剪掉2 剛好是 就是剛好2 那我就抓到 就是 用列 得到我要的是 2的這個數字 那其實 這個列 這個主要是取得我要的這個數字 跟列無關 只是要2這個數字 放在這邊 當它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本來是第四列 向下變第五列 第五列呢 它回來就是5 5 減掉2 變3 所以再往下 2 3 4 5 自動完成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也是一樣 試一下 向下填滿 自動幫你把其他東西查出來 那一樣啊 當然上面 你可以再把它 輸入其他的編號 它也會自動幫你把其他的資料給帶過來 那這個做法 什麼時候會用到 其實在工作裡面還蠻多 是什麼 要必須要輸入編號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完成 概念都差不多 那請各位試一下 利用什麼 V6函數 自動去抓取 其他欄位的資料 OK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lookup 這個 用V6函數好了 那後面的話 再來 其他還有幾個綜合練習題 另外在後面還有Hlookup 剛剛是講的是V2函數 所以